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曠野之習中文版 我是魏魏,昨天我們解了一個神廟,在這邊 這樣,在城堡的附近 那今天呢,我們再去解另外一個神廟 那我們就往後面走,這神廟往後面走 往這邊走,往後面走,然後...這邊有個高起來的地方 上面有個克洛格的果實 我們先去解這個克洛格的果實 在這邊 有沒有覺得這個很大劍很帥 甩來甩去 好,這邊 有個克洛格的果實 那我們來解一下,再去解神廟 通常你看到這個克洛格的果實 你就不知道到底剩下一塊石頭在哪邊 那我推薦大家可以用這個靜紙器 這樣可以看看石頭大概在哪邊 這樣很容易就發現 如果你... 這邊,如果有這個石頭的話很容易就可以發現 所以推薦大家用靜紙器 如果看到這樣的關卡的話 沒有問題,我們就... 解了這個克洛格的果實 沒有問題,我們就... 解了這個克洛格的果實 讓大家看到有沒有 我們就往這邊走 那這邊也有一個克洛格的果實 大家不要錯過了 我帶來這邊 好,然後這邊就有一個神廟 這樣 蛤?神廟在哪邊?我看不到 我告訴你在這邊 小心一點喔,這邊有一個... 這樣都是荊棘的神廟 看到了嗎? 好多好多荊棘的神廟 然後這中間就有一個... 這個石頭喔,你要用炸彈鍵把它炸掉 那我就換我的炸彈鍵 然後順便把這些荊棘燒...燒掉 那,等一下進去我們又會碰到... 嗯...荔枝考驗喔 所以... 嗯... 我換成我的電鍵 一切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進去囉 嘿! 好,這裡面有一個... 神廟 在哪邊呢? 我秀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這邊 好,這邊有一個神廟 那我們就進去解這個神廟囉 荔枝考驗初級喔 我們就... 出發了 通常荔枝考驗初級好像都是拿這個... 槍的人,沒想到他拿斧頭耶 就等你...砍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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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你蹲下來了 這樣,我們就...解決了他 拿這個斧頭的話我就不拿了 這有個王族盾 那我也不拿了 我的盾好像都比王族盾還要好 這王族盾到底多少 我看一下 有了還不錯 67啊 67還是不行啦 算了算了 好,那我們就離開了 好,看一下這個箱子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些...錢幣吧 水果 劍 這邊呢 這邊是炸彈耶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薩爾達傳說 我們解了一個神廟 那我們明天再解其他的任務 或其他的神廟 我們還有高塔沒有解 或許我們明天會解高塔 我們明天見 我們在那邊 然後我們有的 反應 來,我們不講解